他的当选客人众望所归 十三轮过后 去年苦苦保急的沈阳海诗队名列贾A的第六位 不得不让人们对来自俄罗斯的神奇教练 聂波姆尼亚齐竖起大拇指 不仅如此 沈阳海诗队的提高还表现在球序上 据中国足协的统计 沈阳赛区的观众上座率为平均每场两万一千人 排在贾A各城市的第一位 只有十九岁的曲波绝对是今年上半个赛季最佳新人的一号人选 在足协杯首轮比赛中独中两元以后 十九岁的曲波向人们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在随后的五轮联赛中 他一共打进三个进球 成为了青岛球迷的新童儿 进步最快奖的得主有三个人 他们三个获得这一奖项可谓是殊途同归 曲波的队友中青队的队长高明 同样在足协杯的比赛上有不俗的表现 表现了他自己正在向着职业球员靠拢 而他在第十三轮联赛中的这一脚飞缠 也颇有些前辈球星职业化以来勇猛火爆的作风 不过赛后他很快就承认了错误 做出了深刻的反省 倒还是不太像当年的前辈球星一样活辣 另外两个人 北京国安队的徐阳在乔丽奇赛任期内 彻底被打入冷宫 球队到课场比赛都没有他的份 而现在却成为了国安队的中场核心 并且连续三次入选了米卢的国家队 萨里奇一下子就由海牛队的气将 变成了深花队的头号射手 目前已有五个球入仗了 随着众多外籍教练的到来 今年的外援水平野行情看涨 在他们当中 我们认为重庆龙心队的比肯尼奇 还是首须一指的 他身体强壮 事业开阔 进可攻 退可守 是重庆龙心队的中场发动机 他的到来不仅使得彭美国的离去 显得无关大局 而且更是把重庆龙心队的中场实力 提高了一个档次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中国足球报道评选 今年甲A上半赛季的最佳阵容 首门员是来自四川全新队的高健斌 全新队13场比赛只丢了10个球 高健斌高阶低档表现不俗 在这10个进球当中 有5个是在与大连十德队的 比赛中丢掉的 而有7场比赛 全新队更是一球未失 后卫线上有三人入选 鲁纳当然也是全新队失球最少的功臣 他的防守能力 比起去年的哈吉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时还要考虑到 他的后皇线上的搭档 石用强 马拳 王安智 可都是能力并不出众的无名少将 年过三十年 张卫华颇有一夫当关 万风过开智勇 在联赛的前几轮 他三次助攻破门得分 甚至一度成为了本身最佳射手 在甲A14支球队的外援中 只有大连十德队的安迪尔森 不在中轴线上 身为左后卫的他 攻防能力都十分出色 13场比赛中有一个进球 和一记乌龙球 大连十德队的李明 今年的进球数仍然停留在 0这个数字上 然而他的助攻次数 却已经达到了两位数 成为了甲A名副其实的最佳二传手 彼得洛维奇对申花队的改造 最大的收获就是 使吴承英的编路助攻 又重现光彩 这位一度被压制在后防线上的 隐形编锋 如今已经打进了三个球 作为最佳外援的当选者 曾经闯荡得甲的比卡尼奇的入选 自然是无可非议 而另外一个前卫的人选 则是近来传闻 将有可能加盟意大利 佩鲁甲队的马明宇 12年的磨练 马明宇已经成为了 国家队和全新队的中场革新 除去黎冰占据一个封线上的位置以外 郝海东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经历了联赛前七轮 的尴尬局面之后 郝海东的反弹也带来了 石德队的反弹 鼓励进球五次助攻 是这位全能型杀手的 重新崛起的宣言 有六个进球进仗的马克 被很多人认为是 最善于浪费机会的前锋 但是这同样表明 他也极为擅长创造机会 第十三轮比赛 面对厦门下心 马克终于上演了帽子戏法 这也为他入选半城最佳阵容 铺平了道路